例如小時候年輕人 譬如現在你們在座沒那麼多年 譬如你的兒子問他 誒 讀大學讀什麼 我告訴你 十個 九個 就試試哪些 就讀哪些 異讀那些就讀 如果他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你猜將來成功機會低了很多 就算你說我不知道 不過我打算做廚 那你就讀廚 炒菜也好 做了十年炒菜也好 做了十年炒菜也很厲害 你不小一定要知道很厲害做人 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你根本是不合理的 所以做人每個人都有目標 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目標 年長人有年長的目標 那個人都有目標 這個目標每年都要做 可以做這個人 就是他立志做的 記得小時候讀過一本書 《愛麗絲夢遊仙境》 有沒有人看過 有些人看過 你記不記得我和麗絲夢遊仙境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叫做大白兔 然後是愛麗絲夢走 有一次呢 愛麗絲夢走 走到一條三叉路 三叉路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他問了大白兔 大白兔 我說這條三叉路 我說這條三叉路 我走哪條路才認對 記不記得大白兔怎麼回答他 大白兔 沒回答他 他反問他一句 愛麗絲 你想去哪 愛麗絲 愛麗絲說 我不知道 那大白兔說 你竟然也不知道去哪 那哪一條路 哪一叉路 沒有分別 你明白愛麗絲嗎 在你的角度來計 很多人就問我 過了一生 為甚麼 因為這樣做人沒有目標 那你走的路 對錯 不對 很正 很厲害 你要靠看回頭才知道的 不合理 在我們來的 由小 要教導青年 愛麗絲 有目標 不合理 不要緊 可能轉 目標不是一個 一個就死 可能有四五個目標 但起碼做人的時候 不能完全沒有目標 好像阿麗絲 他都不知道自己去哪 有所謂 所以不要走錯歪 時間花了 不要回來 因為我們來的 很多人不知是甚麼 所以建立一個 我們叫做財富藍圖 是很重要的 甚麼叫財富藍圖 看著 我問一問你 這位私下 剛才你進來的時候 我想 我準備五年十年 或者準備退休 我簡單問你 你知不知道退休想要多少錢 要你想也沒想到 很多人說 越多越好 這個鬼不知道 為甚麼人太無聊 不可以越多越好 你還要碰阿彪 但起碼在你心目中 就是 我一個月有幾千元 你可不夠 不夠 那即是不是你的目標 要兩千元 也不夠 你不用看老婆 她大小一點 三千元 OK 起碼 我一個月有三千 或者四千元 很平常 三四千元是最基本的 你不用 你只要有課 如果我當你有三千元 一年 你要三萬六個 這就是你的 這就是你的餅 這就是你的餅 這叫餅 看著 如果你現在去 餅 餅的時候是一樣 如果我現在 有個餅 永遠都是 我們的滑餅仔 甚麼滑餅仔呢 你退休的時候 你要三千六元 一個月 那三千六元在甚麼地方呢 開始十字架突破 甚麼十字架突破 可能我CBP有三百 我OA Security有兩百 我老人金有一百 我不知道你去過 背景不懂 我RSP有四百 我那個Pension有一千 我那個股票 我想有五百 我那個Mutual Fund 我又有二百 我收租有一百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加了三千六元 我給你 恭喜你 你的肚子 你的錢 就是有 每一樣的 一百二百三百 你現在在哪裏 你看看你自己 你現在的時候 可能你現在的餅 好像葡萄紙那樣大 這個只有 這個葡萄紙那樣大 把人家根本 拿下去 只有幾百 你怎麼分這個餅 你都好像沒甚麼肉食 你記住 如果你現在有個系統弟子 那你就要到你退休那天 你現在可能30歲 40歲 50歲 你65歲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餅 不斷地變大 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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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變到甚麼 你就有錢 65歲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說財富藍圖是甚麼 如果你說一個財務策劃師 通常我們有一個東西 叫財富藍圖 舉個例子 因為時間關係 不可以很長順地說 因為財富的流度 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現在 開了下來 你會見到有這個東西 你會見到這裡 有一個人 當你現在40歲 我看清楚 他48歲 他65歲退休的 你看到裡面 他退休的時候需要多少錢 35.5元 很簡單 如果他今年45歲 即是說 如果他退到65歲的時候 是20幾年 30年 因為他今年45 他要再過15年才到 即是要趁2030年 他才變成65歲 但是如果今年 要366元退休 剛才我們就是36 即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看 他退休的時候 是要35.5元 或者36.6元 即是每個月 是3000 一年是366元 即是說 如果他要366元一年 他去到2030年的時候 他真正要的錢 可能是比較 我們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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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盡量 但是5萬7千多 為何貴了那麼多 3萬6元 你看到有通貨白漿 即是說 如果我現在2030年 你有5萬7千元 就等於今日的3萬6元 明白嗎 好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 紅了 一見到紅 就糟糕了 即是不夠錢 你的職責就是 就說如果你現在一毛錢都沒有 你是全部紅了 所以你要做的事 就說你一定有些錢 那些錢從哪裡來呢 很簡單 分餅就是這樣 很簡單 譬如說我現在有pension 有些人有pension CBB 是否pension 一會說CBB CBB pension 如果我有CBB 我當你一年多 一萬二萬 那現在來的 我一按下去的時候 我就已經 有少少錢 看在那裡 即是黃色那裡 那如果你有老人金 我又有其他的 那我現在這麼久的時候 譬如我每年又拿到八點 那些政府風來的 那現在 我又去了些人 即是我少些紅了 那如果我 我有一筆 日月老金 我又有四十萬 那我現在就不用了 我捱到他都說七十八 那我原來還有些什麼 老人家 即是那些 籌資 其他其他東西 有些錢 如果一個碗下去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去到尾的時候 我會怎樣 去到尾的時候 最重要我 在裡面 是 夠 錢 即現在 如果我有這樣的錢 有這樣的回報 有這樣的事情 去到八十九歲 我才會出現什麼 紅色 那你的責任就是怎樣 你怎麼輸 你自己有足夠的錢 你捱到那天 你很真實的 你沒有錢真的沒有 真的活得實的 其實很多人說 哇 我剛才有很多錢 好像捱到這麼多 你記住 很多人都過得關 因為有一個事情很重要 在那裡 跳上自己的房子 很多人還有最後 殺手間 你自己供在家裡 你供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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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供了二十年後 你供了二十年後 你供到二十年後 可以賣 所以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說 我就算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可以有一個叫 Cash Infusion 就是說我銷售了我的房子 銷售了我的房子 我當你現在 只剩四十萬 當我用Coin 就算了 四十萬 如果有三個對新的增長 我到我七十八歲 就賣屋的時候 一萬 各位公主恭喜你 沒有了 你賣屋就不能煮 當然 不是 為何他們早點失請離開 說話 就說早點日子 為何 遲早有一天 有機會 吃完之後 還有一間屋賣屋 拿些錢來頂住 儀康 我想要交費用 你可以慢慢拿些錢去交 交到八年貴落 又可以 在你的債務上 你會計時 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財政難度 準不準呢 不會準的 不會正確的 但起碼你的概念 要用多少錢 在錢在哪裏 六十五歲時錢在哪裏 不要等他們今晚四歲 幾歲 替我坐下 看看 行不行 說的時候 可能怎樣 有點前 你看到 在我們理解 這些我們的財富藍圖 每一個人 我們很多同學 都會用一個財富藍圖 去幫他們安排 所以如果我們有時候說 其實你要知道多少被動式收入 才可以自己教自己 這是你來決定 這份時間要三萬多 我可以四萬多 可以五萬多 但如果被動式收入 即是不用做 都會有錢 都會有錢 他會有 如果不然 你記住 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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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下撕下的時候 錢已經沒有了 總之就是 在我們來計 學會怎樣管理金錢 很重要 我們經常叫做 有些人 很多人認為 當我好有錢的時候 我才管 管什麼鬼 我都沒有錢 其實不是的 是當我開始管理錢的時候 那些錢就是錢 我有一句叫做 理不理財 財什麼 財不理你 是很真的 很真的 那種例子 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就用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來做 我的兒子和女兒都很小 十零歲 他們的收入 是一模一樣的問題 他的收入是靠哪裏 靠 靠 不是靠我 靠爺爺 靠我 靠我媽媽 就是他媽媽 他的爺爺 他說每逢過節 過年 過節初一十 我和大節大盛 有種禮事 當然有 那種禮事是一樣的 他一百 他一百 他一五十 他一五十 他每個人 我都和他開了一個 TE的戶口 給了卡 你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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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錢 拿就 TE的戶口 你給我 因為我沒有利息 是銀戶口 我就儲了一段 的錢 你錢就好 多少錢就好 給我 我給你 變多些錢 一千元 可能變一千一元 利息 或者股息 這個很簡單的概念 我女兒很明白 她每一瓶子 整天打機 有錢 有錢打機 一到來拿給我 知道我有多少錢 在我身上 多少錢 完全明白 我兒子 洗衣服 整片三紅街 那封利是 又在那裡 數字 那地下 又有封利是 那些錢 周圍都是 每一個袋 有錢 不是在那裡找到 那裡找到 問她 你有多少錢 不知道 那你不會按 不知道 卡放在哪 連卡都沒有 不要說這麼大老子 你兩個人 你猜哪一個有錢 我女兒 我女兒多於我兒子 一百人 我女兒就握手 為甚麼 他理財 財 自然不會理他 我兒子 他不理財 財 也不會理他 錢 不是讓你有才管 你不管就沒有了 好